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都是真话 白老弟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 你还记得那个卖粮食的外地汉子吗 他就是钱松年的侄子 钱正坤 我说呢 我把整个三边都 都查遍了 就是找不着的 弄了半天 它躲到县衙里了 事到如今 看来咱们真是死路一条了 放手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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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带了 你们都出去吧 好 你也出去吧 大人 大人 慢点啊 大人您慢点啊 大人您慢点啊 跑得越远越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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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又不杀我了呢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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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问清楚这是 白爷 我早就给你算过 你命中有贵人 这钱大人啊 就是你的命中贵人 赶快走啊 别啰嗦了 快点 快点 不是 哎 吴大人 您您留步 留步 留步 快走 吴兰 吴兰 你开个门 吴兰 你开门哪 是我 吴兰 你穿成这个样子 你 你是要干什么 你跟谁成亲哪 和谁成亲你管不着 吴兰 我刚从大牢里出来 你 你怎么也不问我 我怎么出来的 我已经就要嫁给别人了 你的事我不管了 你赶紧走吧 吴兰 咱不是说好了吗 带着花轿来娶你的那个人 只能是我 你怎么 是 从你到县衙去投案的那会儿 我就当你已经死了 你赶紧走吧 打敬秤的人就要来了 你告诉我 想嫁给谁 大户人家 只要我嫁过去 以后的日子就吃穿不愁 你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好 我白问话让你过几天��� 安生日子 行 你既然说这话 就当我白问话 从来就没认识过你 上 上 我老六 我的六爷 这大爷到底怎么了 这躲起来 真的不想见我了吗 那我就说句实话 说实话说实话 说实话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今天就跟你说句实话吧 大爷是 我今天就跟你说句实话吧 就是三番五次地请你上山 你就是不来 我有几次遇到 大爷在偷偷地抹眼泪 我觉得 你真的是伤了大爷的心 不是我是 白爷 我就不明白啊 你怎么总是看不起我们哥老慧 办点事你就送点清幽 再办点事你又送点清幽 我从来就没有瞧不起哥老慧 我 八爷啊 你看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看啊 一会儿啊 你见了我们大爷呀 就说 你同意加入我们哥老慧了 你看 大爷心里一高兴 没准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对啊 对啊 你一加入哥老慧 大爷一高兴 把所有人都可以拍给你 就是啊 你就可以劫狱 杀狗官 抢了媳妇 对 你想干吗干 这交易太值了 太值了 我 住嘴 你们胡扯什么 我能跟白家谈交易吗 我的命啊 都是白家给的 我们就是逗他玩呢 说着玩呢 瞎弄 白爷 你的事大鹏都跟我说了 我已经替你把人马准备齐了 两百够吗 够了 大爷的恩情文幻永生难忘 好了好了好了 快去吧 大鹏跟弟兄们在等着你呢 好 走走走 老六 大爷 带上你的两百人马 在山外接应 明白 我告诉你们几个啊 我跟白家不谈交易 来 下台阶 新娘子 叫伯母 对对 伯母 这快扶你伯母上轿回县衙 好的 齐月 好 好 快点 赵先生 你怎么进来的 这样呢 有个老伙兄弟帮忙 又有五伙兄弟 在崖内接应 信这个崖门 就跟进我家一样 哥 别多说了 这不是酒楼之地 走吧 赵先生 快走 走 实话告诉你吧 前县令 我是为了救白温焕 才答应嫁给你的 我这辈子要嫁的人只有他 如果我不能嫁他 我宁愿去死 百温焕早就走了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不顾的男人 值得你去以命相取吗 我求求你了 前县令 你放了我吧 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你的 别做梦了 今天要么答应做我的新娘 要么你就去死 你 你 白温焕 我给你十条汉土我放了你 没想到你恩将仇报 你这是官兵民反的 我不得不放你 我来 快走 白温焕 放了我伯父 不然我杀了他 伯父 前县令坤 原来道梁的幕后知识是你啊 报了我伯父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对 是我 可是如果你杀了我 他也会付我 放开我伯父 我让我杀了他 好 前县令坤 道梁这笔账 咱们日后再算 你先把吴队柱放了 放 放了他 你先放了我伯父 你先放吴队柱 正坤 白温焕说话是算数的 放人不能放 放人 快 你来来来来来来 那 白温焕怎么没来 他不会有事吗 没事 把你们送出去 我再回来找他 赵先生 赵安 你提死我了 你俩赶快找罪名一鹤去当了 今后你将如何打算 西安城里有我的同志 我打算去投奔他们 好 大鹏 一定替我把赵先生安全送到西安去 哥 你放心吧 吴奎 县衙你是回不去了 不如跟着大鹏啊 一块去跟老慧去 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八爷 你安心的去吧 我会等你回来的 大鹏 请你转告龙头大爷 大恩不言谢 以后用得着我白温焕的地方 请他言语一声 好 哥 老九之后 记得少回来 一定 快 快 走 快走 快走 快快点 抓住他们 大人 小的们一直追到莲花山附近 然后就不敢再往下追了 废 快 为什么不再往下追 正坤 莲花山是葛老慧的地盘 这个麻烦不惹也罢 莲子儿啊 你辛苦了 回去歇着吧 这儿 伯父 我看把这几个人画影造型 让福台衙门通知各县 通缉他们吧 算了 跑就跑了吧 算他们造火大 伯父 你这是放火归山呢 欠下的 迟早要还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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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阮 怎么样 快走 妈不行了 跑不动了 咱只能往前走了 这是哪儿啊 过了这片沙漠 应该就是内蒙了 咱们帮内蒙去避一避吧 是这儿 走 咱们走多久了 太阳升起过三回 月亮落下过两回 应该有三天了 现在咱们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昨天我觉得是往东 今天我又觉得是往西 看来咱们是迷路了 我走不动了 根本实在是走不动了 哎呀 多安 你没事吧 谢谢 不后悔 只要能跟新爱的人在一起 就算是死了 我都不会后悔 都是幸福 你后悔 不后悔 不后悔真的快死了 风一会儿就会把沙子 吹到我身上 能埋起来了 不管了 先让它埋吧 只要大风不把咱们 吹得风开就行了 去沙子 不错 沙子 去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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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喝 当心炸了肺 谁有的事 你们是哪里人啊 怎么会被困在这沙漠里 我们是三边的 出来走亲戚 走到这儿迷路了 老人家您怎么称呼 就叫我老贾吧 这方圆几十里都是沙漠 你们要到哪里去啊 现在还不知道呢 最起码先从这沙漠里走出去 既然趋向未定啊 不如跟着我们走 我们到隋远去饭货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那就感激不尽了 这大沙漠里边 能遇上就是缘分 托闭客气 不好有土匪 不好有土匪 有土匪 大哥这牛不错啊 带回去买啊 真的不错 大哥 你们俩俩俩 给咱们大哥能为张晓链俩俩俩 英雄不要动怒了 我们是过路的 有买路钱行得方便吧 女人留下你们走 狗日的 你有钱算什么本事 有主的你下来 给爷爷持着顾台的盖一仗 如果你输了 他是我的 散开 但也是 你怎么不想吃 李宗盛 看你 没什么 写人 和老师 你干吗 我都想 pulled 我好 我还不是 能呢 起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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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放开 这倒哪儿来的 你把他放开 这倒哪儿来的 你把他放开 吴兰珠 你是吴兰珠 我把戈尔乐图 是王府的管家 哥哥你还记得吗 大胡子戈尔乐图 正是 你就是从小叫我骑马射箭的宝衣哥哥 我是宝衣 我找了你们多少年都找不到 这些年你们都去哪儿了 我也会抓到那伊树 我지는先 我把军徒也抱开 或者再加上这些车薄 你消了 死了 这帮畜生 我气不过 带着几个弟兄 从王府逃了出来 在这里落草 一晃就是十年了 哥哥 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阿爸阿妈流放到甘肃以后 第二年就先后去世了 幸亏有一个老师父收留了我 教了我一些本事 这些年 我就是走四方卖艺为生的 抱怨哥哥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这辈子还能再见面 哥哥 跟我们在一起 那些朝廷狗官 不可能再欺负你 两位能劫后重逢 可喜可贺呀 我敬你们一杯 今天让你们受惊了 应该我敬你们才对呀 来 干 不想要是 你的宝英哥哥 在敬你酒呢 我这不是喝了吗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位就应该是俄妇吧 什么俄妇 我姓白 叫白翁浣 三边人都管我叫白眼 什么叫俄妇 俄妇按你们汉人的话讲 就是驸马 驸马 我们俩还没成亲吗 老夫须长了一把年纪 如果各位贵人不嫌弃的话 就让我做个证人 趁早把婚事办了吧 好啊 我这里有的是县城的酒 有的是肉 今天不办还等什么时候啊 抢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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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吧 来 抢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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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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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帅官 圣主乘机思汗发现了火石 克尔伦母夫人保存下来的火种 用洁白的哈达奶酒祭祀 神灵之火从古至今 请新郎新娘祈祷吧 神火是你们婚配的见证 请新郎新娘磕头吧 佛光为你们传宗接代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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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吴莱 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啊 真在问你话呢 来 你掐我一下 你 你怎么咬我呢你 掐一下太轻了 咬藤你是为了让你永远地记住这一天 永远记住咱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多不容易 吴莱 你吃的苦太多了 为了我 才能把命都搭上 我不怕苦 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 哪怕是把命搭上 我只求你一件事 我只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咱们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永远不要离开我 永远不要让我提心吊胆的 吴莱 我跟你发个誓 今生今世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笔座太好 你来 别了别了别了 离离离离 你再拉着我看看 我听听 好好好 我丢人线也无所谓 你认真打扮要丢人线也 那可他难看 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好 三编的白爷 想三编了 没有 吓了 吓了 其实我在这儿也觉得挺好的 你看这儿 有你有宝英兄弟 我觉得在这儿过得挺快活的 你真的快活 真的 真的 真的快活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你离开了我 离开了这儿 吴兰 我这辈子发过两个毒誓 第一个毒誓 是跟我爹发的 我发誓要像他那样 守住老脸 守住正义 第二个就是跟你发的 我答应你 这辈子不和你肯定了 行了 不说了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 马上要起风了 回去吧 来 再继续 sill 诶 老婶 far 有了 你慢点跑 当些肚子里的孩子 你慢点点 找些肚子里的孩子 找些肚子里的孩子 你慢点啊 哥哥 快给我抱一下 王爷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今天碰到个对手 说什么哥老慧的 哥老慧的 是 人呢 在外面柱上绑着的 你是个大逆 你做这么一个桥啊 你大爷弄点水喝 谁敢打赢啊 是优秀好看吗 俩大爷渴了 弄点水喝 大王 哥 你咋在这儿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啊 我找你啊哥 你言难尽的 你咋都尾了 没有 啊 刚到这儿来啊 发点事 走到屋里去 那咋在这儿呢 哎呀 走走走到酒去 跟十个打一个 谁吃 谁打我的 哎 十个打一个 打我 大婆 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 哎呀都是自己 大婆 大婆 都是自己 三天了 嗯 怎么回事啊 我当的革命党 只以后 成立了一个清朝廷 南方各个省间 独在老公府 在山西也不远了 早就该有这一天了 嗯 哥 龙东大爷让我来找你啊 就是为了这个事 让省里的新军 和各地的各老会都通了气 准备过些日子 就在西安城动手 龙东大爷特别嘱咐我 此事你一定要参加 为什么 你猜这回 这回歧视的召集人是谁 谁 你的老朋友 孙明先生赵远 老头大爷说你跟他有交情 想让你跟兄弟们一起下西安歧视 这事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我一时也走不开啊 有啥商量的 啊 他们时刻打我一个的时候 也没说商量商量 哥 你离开三边时说的话 我都给你带到了 你说你欠龙头大爷一个人情 日后定当报答 人家要讲性意 兄弟 不是我不愿意去 那为啥 什么也不为 明天一早你们就走 哎 嫂子说得对 咱听嫂子的 吃饭 不不不吃饭 蒙古人的祖先是一对夫妻 男的叫苍狼 女的叫白鹿 她们俩为了躲避战乱 四处漂泊 没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有一天 天神答应她们 在天边 赐给她们的后台一片安宁的土地 没有战乱 也没有纷争 为了找到那个地方 她们两个一直走啊走啊 走了很久很久 可是到了窝难河的时候 就不得不停下来了 为什么呢 白鹿怀孕了 生了个儿子 那他们找到了安宁的地方了吗 从那以后 蒙古大大小小的部落 打了几百年的仗 直到成吉思汉统一了各部 草原上才有了和平 你呀 整天都嚷嚷着要推翻这个狗朝廷 连做梦说梦话 都在跟那些贪官屋里拼命呢 这次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到犹豫上了 不说别的 是 当初咱欠了哥老慧那么大的一个人情 现在人家有难处了 找到咱 求到咱 咱总不能把人家推到门外去吧 你到底是自己不愿意去 还是为了我不愿意去啊 咱把话说清楚了 我不想当你的绊脚石 好日子不是躲出来的 是打出来的 是争出来的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孩子马上就要生了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离得开你呢 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 一辈子都窝在这个沙漠里当土匪 这个是你的换洗衣服和干粮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吴兰 我欠你的太多了 欠我的 以后加倍还给我 那孩子 但愿孩子将来的日子 比咱们好 来 看 看 不要好 你别说 还是有什么这样的坏 你还要知道 我希望你来 你去那天 你来站住 你去的你 那天天堂 你去的这儿 你去想干了 你都什么事 我算你去的 我感激还感激不激呢 方医毛 我现在已经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好 大铺兄弟 昨天得罪了 哪段话 不打不相识 等我回来 咱再比个胜负 好 好 这个不能使个打击就好 一对一 行 一对一 大铺兄弟 真要是一对一的话 你不一定打得过我 你信我 跟你说啥 一对一我打不过他 对 你说的 我梁大铺就不信这个 咱现在就别 大铺兄弟 好的 只要你好好的回来 我会陪你玩 走 等我回来 好 走 能不能整整地回来 万万整整地回来 各位弟兄 好 后会有期 师爷好 牛五魁呢 牛五魁 过来 师爷 什么事 你是活人还是死人 我的金丝雀 今天早上为什么没喂 你看看饿成什么样了 师爷 我来加入各老会 是奔着龙头大爷的威名来的 可不是来给你喂鸟子呀 你母魁 你他娘子还敢顶嘴了你啊 我走 白爷 你回来吧 你是谁啊 凭什么带我兄弟 他是我们龙头大爷的儿子 师牌老妖 师爷 是 幸会 老三 他是谁啊 这位是你爹常念叨的 白爷 白文焕 我当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是条丧家之犬 到这儿来找神去了 大王兄弟 人人都说哥老慧 处处皆兄弟 人人为首族 怎么还有这等猴子 哥 龙头大爷就这一个宝贝儿子 狂怪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呀 请 大爷慢点大爷 你前期没有多久 我合理没错 还要硬把你人给拉来 你家媳妇不会怪我吧 大爷 我不早就说过 葛老慧 只要有任何需要我白某做的地方 我白文焕一定干脑涂地 义不容死 好 来来来坐坐坐 大家坐 大家坐坐坐 哎呀 这人老了吗 话就多了 我还想唠叨几句 说一说 我们割老慧的历史 哎呀 跌跌跌跌跌 哎呀 这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这耳朵都听出箭子出来了 听出箭 那你说说看 不就是当年清兵入了关 是吧 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 都被招揽 诺大哥大明朝 只有五个忠臣良将没有投降 哎 这五个人里面呢 属郑成功爷爷最大 后来郑成功 在台湾起了鸿门 立誓要反清复明 这就是咱们割老慧的前身 不就这么点事吗 说的干什么呀 哼 说得还不错啊 哎呀 这反清复明 你说就是三百多年 对了 文焕 你刚才提起那同盟会 是不是跟我们割老慧 是一条心 我跟同盟会打过几次交道 他们信的是十六个字 哪十六个字 去出大陆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这同盟会 虽是江湖厚尽 可这短短几年嘛 就把满清朝廷弄得焦头烂额 孙中山是个能人 别的不说 单凭反清这一点 同盟会的事 割老慧一定要帮 交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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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